我觉得照刚刚讲的最好 这是这整个事件的一个结论 我们只有政府 但是我们没水没电也没疫苗 没疫苗 就哎哎哎哎 不错 有什么没什么 注意事件好像很喜欢招聚 欢迎你常来 以后常来提供专业意见 只有一个政府有什么用 其他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昨天台电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又为大庭电道歉了 这个事故呢 输配电电网的问题 最后又公布嘛 说是台电人员的操作问题等等 在整个事情是疑云重重 就简单的数学嘛 加加减减 朱立伦帮大家算算账 台电网站的昨天备转容量 10.01% 不错啊很标准啊亮绿灯啊 亮绿灯表示供电充裕啊 那么新达电厂的发电量 只占全台湾的3.8% 10.1减3.8多少 还有很多啊 那为什么他一出问题 机主义故障全台湾都跳电呢 政府应该说清楚 彻底 彻查数据是否 长期造假 这四个字呢 还真的是戳中了要害 实惠你怎么看 现在我们政府最厉害的是什么 就是盖牌 什么都盖牌 这个普筛不敢普筛盖牌 然后足迹不敢公布盖牌 被载容量到底有多少 盖牌全部都盖牌 为什么要盖牌呢 因为当你知道以后 你就会想这个政府把他们轰下台 所以全部都用盖牌的方式啊 说真的啊 昨天所有民进党铺天盖地 第一时间 电都还没有恢复喔 梗涂都出来了 我都不知道说为什么 这个1450的基地里面 大家都停电 只有他没停电 还有电可以做梗涂 是不是还有电可以吹冷气 人家有背转电力 对人家有背转电力 只有他加油 第一个我觉得 这就像是什么 有一个人跳票了 他就跟银行说 哎呀我不是没有钱 我只是因为车子坏掉 来不及出去存钱 你跳票就是没有钱 你就是缺钱 你讲那么多干什么 今天也是啊 没有电就是缺电 你讲这么多干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电是够的 坦白说嘛 一个电厂出了问题 一个部分的电网出问题 那顶多就是他那边出问题 其他的电不就会接上来吗 这个才叫背转啊 背转不是说 嘿呀拍摄你这边出问题了 我这边机器赶快启动 赶快才去发电 不是这个样子的 背转是当大家都在发电的情况底下 你用了九成 你还有10%在那里 所以就是没有电啊 现在很多网友昨天就说 现在台湾像什么 像第三世界国家 股市崩盘 超商泡面抢了一碗都没有 然后这个没有疫苗 没有水没有电 我们除了民进党这些人 领了很多钱 有钱以外 我们人民什么都没有 真的而且还要缴税 现在还要缴税 政府对我们最大的放宽就是 好啦我知道你们很不爽 好啦缴税延到六月 拜托我们是不想 不想缴好不好 不是说延到六月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昨天这一个缺电 只是让大家又更清楚的知道说 有政府会缺电 有政府没疫苗 有政府不下雨 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空有这个政府要干什么呢 只是起心路面而已啊 我昨天在这个沿路的时候 说真的 我遇到最惨的这种灾户 是我脸书的一个朋友 他说他公司跟他家中间只隔一条路 但是台电因为是分区轮电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条路 两边就不同区 他家停电的时候公司有电 他就赶快跑到公司 没多久看公司停电 他就赶快跑回家 然后他就这样子 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 公司家里公司家里 什么 书惠 最后结果是两边都没电 书惠你知道 我就跑在车子上躲在车子上 慢慢的开回家 因为那红绿灯都坏了嘛 那我跟你讲 我们书长才是重灾户 他昨天迟到多久 你知道我就跟他讲 他下次阿嬷都走到了 你知道吗 但是他开车没有办法 因为他家里的铁门出不来 后来就弃车做 把车子放弃了 坐捷运再过来 其实我昨天第一个感想是什么 明明不是一个很大的停电 为什么我们台北 这个首善之都 会要分区停电停那么久 而且很多红绿灯的 重要路口 南京东路什么路 全部都坏了 地下是 就是不合理嘛 你也质疑网友就会说 不然你自己开电场 对 我们自己来发电 所以我不是做电的 但是我是用数学计算 我那时候就是我问说 新达他到底供应了多少电 为什么会出这个 所以我刚才就讲说 这个数学问题 第一个朱立伦算给你看 第二个我们旁边算给你看 记不记得2017年815大停电 那时候少400多万千瓦的供电 但是这次513大停电 才220万千瓦 但是你看差这么多 但是停电的时间就差不多 这很奇怪 所以这些数字怎么都不拢 到底这个悬念 这个重点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这次呢 停电可以说是创下三项记录 就网友整理的 第一项记录 这是非天灾停电时间最久的 不是天灾啊 第二个呢 有史以来理由最扯的啦 理由最扯叫做什么 所有最坏的状况叠在一起 我们可能真的应付不来 这什么意思 运气嘛 这运气啊 不干我们的事没办法 最坏的状况都发生在一起 这理由也实在很扯 第三个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看那个道歉记者会 政府的道歉记者会打广告 可以打到这么凶 打三接的广告 有没有 你是到底是在道歉 还是在推销你的三接 这个道歉也道得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就是没有诚意嘛 好那你要推销你的这个三接 这个政府不是一直说 不缺电吗 记不记得 蔡英文讲的啊 都跟大家讲不缺电啊 所以正理文很疑惑 2017年815大台电厂跳电之后 这是蔡英文执政 第二次无预警大停电 请你告诉全民 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这位台大医院的这个副院长 王明俊对于能源问题很有研究 他就说呢 这个大潭燃气发电厂 燃气电厂将成为世界第一大 火力发电厂的这个大潭燃气电厂 只要倒一根电塔 台湾也会陷入一样的状况 这么这么的脆弱 然后我们要牺牲藻礁 的确哦 就是说其实 我不曉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不管是朱立伦 或者是其实有很多政治人物 都提到的这个数学问题 包含我们的节目也讲了很久 可是台电一直没有针对这个问题 正面的来回答 就是你明明你的数字写的这么漂亮 你是有10.01的这个被转容量率 为什么才3.8%的这个星达电厂 一旦跳电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应付了 就要全台轮流大停电 这个问题其实台电到现在 我一直在等说那台电你告诉我们一下吧 为什么 就先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 你是不是又跟防疫一样 这个数字又是造假的 这个数字又是你美化之后的结果 因为你不能够把这个数字的真相 让大家知道 你不敢让大家知道说 你在绿能发电的进展上 不如你当时的预期 因为蔡英文当时选举的时候 拍胸脯跟大家保证 绿电的整个的发展 是超乎当时预期的进度的 如果照你蔡英文这样子讲 今天我们的背转容量 绝对不只是10.1% 就算是10.01% 真的有这么多 我们也不至于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 他说2025绿电比要到20% 现在只剩下四年不到 这样支票应该是会跳票吧 所以大家还相信绿电吗 就至少你还相信民进党口中的绿电吗 就这就是民进党口中的绿电 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能源结构 显然是有很重大的缺陷存在的 而这个缺陷 民进党就像刚才这个淑会讲 一直盖牌嘛他把它盖起来 所以大家实在没有办法看到 你这个能源结构到底可不可行 可不可靠 但是在这一次的大厅店里头 至少让大家知道 这个能源结构不可靠 因为如果你说的真的是这么可靠 我们不需要 因为才3.8%的新达电厂跳电 就会造成这么大的冲击跟影响 署长到现在爱心还在跑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网友真的超可爱 从刚才已经跑了20 30分钟了 有没有就是怕你灰心 就是怕你失望 千万不要 所以你看我们停电 昨天还好了 我们本来中间吓一跳 看看我们好像在第一组 担心我们就叫大家赶快存档 怕到这个资料会没有 还好呢 我们自己这个还好没有停到 所以你看最苦的是谁 最苦是台中人 最苦啊 我们是停电没有疫苗 他们还有停水限水 所以有些人家里没有水 没水没电 还有空污 我从台中来 我家人 我的小孩还在台中 你小孩在台中 对 我还在台中 对 然后他上个月就开始 限水 限五 公五停二 他就跟我大哥讲说 那个大舅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去洗澡 他说不行 我们是同一区 要停都停 那时候明明没有 我住台中住了那么久 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 结果就台中缺水 那这次又缺这个 等一下就要造句 有政府台中缺水缺电 还缺疫苗 你要这样讲 那缺电也没理由啊 对不对 那也缺也停 那这个再疫苗 你看台中现在还一直也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东西 台中人实在太惨了 我真的很想问网友 是不是只有我觉得 陈其迈是个很衰的市场 我就觉得就这样子 我其实没有那么相信这个命令 但我觉得他实在是 当了市长以后 这越越都有这个 沁寂或火灾或爆炸 然后现在连电厂坏掉 都是坏高雄的